现场为大家带来解说评论 来看双方第一局 梵振东和郑荣植呢 在第一阶段的两次双方交手当中呢 他们俩也曾经打过一场球 当时呢梵振东是3比0完胜 就是说今天的比赛呢 对于上海中兴来讲 他们感觉到就是派谁去跟梵振东打第一场 都差不多 派尚坤派赵紫豪派这个郑荣植 反正赢的面比较小 那个郑荣植呢是韩国的外援 他是韩国的男单第一号单打 今年加盟了上海拼超 上海中兴 梵振东 梵振东这个运动员他在拼超联赛当中呢 单打现在排名呢高居榜首 就是22胜三负 排在第一位 看上去戴亚平确实有一点点差距 有差距啊 真是这个 韩正宗确确确实球很紧凑 你看他打球 动作包括打球 你也不觉得他很漂亮 但是他很实惠 他球每个球的这个落点意识 他球很实惠 是吧 其实非常的实惠 有时候 你看有些队员吧 你看他打球很漂亮 但是呢 你看他赢球挺费劲的 有的人呢 你看他呢 打球好像不起眼 但是他特别能赢球 就是有时候看呢 有时候看他的内涵 他的球打得特别紧凑 不给对手什么机会 他自己在揭发球 发球这一轮里头呢 他全部基本上都是在控制对手 像这种呢 是他的这个功夫就到家了 当然每个人打法 他特点还不太一样 但总体来讲 像郑荣直其实打球 那天我记得他曾经 我们解说过他一场 这个销球的比赛 确实他在拉弓的技术 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给我感觉呢 就跟这个韩国人打球是一样 他打球啊 他的变化很少 对 他打球不够丰富 基本功还可以 但是呢 他这个看起来也挺热闹的 但是他到最后呢 总不是他的营球 对 那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在于什么呢 他打球的技术 战略 有时候打球 我到最后怎么打 和前面我先有一个布局 他还是不一样的 我前面呢 我可能先舍掉一些东西 但是最后我要用我的杀手锏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韩国人相对弱一些 相对弱一些 在他的打球的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来讲 还是稍微差一些 没错 郑融直呢 他最出彩的一场比赛 这李游奥运会 给马龙的第四轮单打 他2比0领先 最后呢 被马龙翻盘了 很不严密 这个球发的 发的这么高 还正守卫 出台 这个球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失败的发球 7比3 好的 你看凡正打球 很严密 严密 你看他球发的 哪一个球 每一板球的质量都很高 不会轻易给对手露头机会的 凡正东呢 今年还不到20岁 被刘国梁总教练称为 坐着火箭 上到了主力层 那么他今年的这李游奥运会呢 他没有 没有上场 因为他作为这个皮卡 作为替补 但是在奥运会之后 凡正东 获得了一系列的 单打的冠军 当然这些主力 他肯定也有一个调整期 那么凡正东获得了 全国锦标赛 包括公开赛 包括世界杯的首个单打冠军 5比8 而且呢 凡正东 大家都知道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 奥运冠军 单打冠军 最有力的争夺者 确实是 年轻就是资本吧 小将确实是 实力还是很足的 但确实是一步一步要走好 8比6 9比6 9比6 好的 好的 漂亮 漂亮 哎呀 切这球 切球啊 因为位置不合位 被凡正东打成了一个同手同脚 他掉位了 你看 这个球应该往前赢 哎呦 差半步 同手同脚 差半步了 他要把这球顶过去 对对 他不够位 打球没有调整步法 打完球还原不够 好 好 漂亮 哎呀 七比十 这个球没得说 因为周仁芝这个球拧正手 拉得也非常漂亮 这个球 大家看好 这个球的要求 其实质量是很高的 角度多大呀 结果凡正东 被他拉穿了 哎 真漂亮 真漂亮 超能量的一个技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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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意识是对的 反手一上手以后 紧接着侧身反拉 这是对的 但是这个球没想到呢 这个阵容指示球给的特别顶 所以这一下就顶住了这个 范震东 加油 范震东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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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比8 这样双方在第一局 加油 加油 11比8 范震东赢下了首局 刚才我还特别想感觉许欣 这场球真的为他感觉可惜 是很可惜 确实是到手的球 再一个有一句话叫 失败永远都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你总觉得心里面 就是感觉到还是差那么一点劲 但是我想就是 许昕这块从心理上 他需要 我觉得需要有一些会诊 比如说到了关键球的时候 怎么样才能够 没有这种不必要的失误 就是刚才戴亚米讲到 就是运动员在每一个 重要的环节 他都要一个一个坎 一步一步要走好 但有的时候他会卡壳 这一到关键的时候 可能这比分怎么会打出这样的球呢 突然一下就没有前面的那种状态了 我觉得反正是 这个球的比赛已经过去了 那么对于上海来讲 还是有机会的 它并不是说 我实力悬殊到这个程度 因为既然能打到半决赛 都不弱 而且呢大家都非常熟悉 赢和输其实都很正常 那我想呢 其实上海现在应该全力以赴 准备好这场双打 这场正容值看能不能爆一下冷 正容值 但是正容值这场球 想要赢梵振东 我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 但是呢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要尽力 那么刚才的这场球来讲的话呢 樊振东呢 我觉得呢 他只要正常发挥 只要正常发挥他的水平 正容值是很难打得动他的 因为不管他的相持能力 他的前三板的技术 明显的是 这个樊振东要好过他一带点 所以呢 我想呢 不管怎么样 对于正容值来讲 对于一个韩国的一号选生 能到中国来参加这样的拼超联赛 对于他来讲 是一个巨好的提高的机会 那么他应该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呢 多去学习 多去这个发挥自己更好的那一面 怎么把自己的特长 更加突出出来 是吧 用更加这个博对手的一种心态 来打好每一场比赛 因为你相对来讲 你的整体实力水平 你肯定要比正国队主要的几个主力 还是要弱的 所以对于他来讲 就是搏 拼 没有别的 抱着学习的态度 对 对 对 就是打球出更多的质量 然后我让你更难受 我搏着你让你害怕 那只能是打到这个份上 因为你本身水平 你比不过我们最好的这几个主力 这是很正常的 对 他应该打得更凶 这才有机会 正中值的特点呢 反手超级好 反手具备很强的实力和质量 但正手的这种稳定性 正手相对薄弱 好球 哎呦 简厉了第二板球 拉的 加保险了 你看 相对来讲呢 正中值就这一局下来以后 他出手明显狠了一些 你看 他对高水平来讲来 他就是应该打得更凶 他就是更出质量才行 你再四平八稳的 你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 对 出质量 对了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我每个球质量都很高 甚至我该发力不该发力 我就发力 哎 这样的话 拨你几个以后呢 这个时候高水平运动员 在心里呢 哎 可能是有点含糊了 这个时候可能才会 给你带来一些机会 哎 对的 这个战术是对的 但反过来 樊枕东怎么样去 对付这样的队员 因为作为一个 中国队的主力队员 小将一定是别人也会拼你的 对 你要打世界比赛 别人一定是拼所有的 中国队的队员 那么他就要做好准备 别人在发力不该发力的时候 都发力的情况下 我怎么还能扛得过去 别人打风的时候 哎 我怎么扛得住 怎么拿下比赛 对 对于樊枕东那俩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考验 因为你一定会面临这样的局面 这个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看在对方回摆的时候 回摆的时候呢 郑融值有点碰 这个球所以过去的时候呢 不太转 没有什么下旋 是不转 所以樊枕东拧拉的时候 球出界 要丢了 这就是优秀运动了 第一个拧拉丢了 第二个你再摆 再摆我肯定 第二摆 第二下绝对不会出现问题 这就是功夫 对 及时调整了 对 及时调整 它就是微调嘛 因为它戳过来也不太重 对对对 对对 谢谢一下 来 我走此方向 这边看看 对对 对 走 6比6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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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今天现场的 加油 观众啊 也看得特别尽兴 特别开心 很投入 因为观众他就是要看这种高质量 高水准 强强对抗的比赛 哦 漂亮 7比6 对 这种球就是扛他一下 樊枕东的这个技术特点 就是反手呢 他是板板都可以发力的 就是属于打球不太讲理的那种强势的 正手呢 樊枕东这两年进步也很大 原来呢他就是正手的这种调节能力 有时候 包括他 最大问题是他正短 就正手偏中间的弹体短球 以前处理的差一些 这些东西他都能就是全面的去 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它一步一步的提高 所以现在的樊枕东啊 很全面 技术很全面 跟以前比我觉得就是更加丰富了 对 整体的实力确实很强 不像以前感觉单调 就反手横 反手有劲 而且呢你发力我发力 你不发力我还发力 不管怎么着我都发力 就是樊枕东 反手确实很横 现在你看他打球 该摆回摆 对 有刃有余 对 这都是一个过程 特别对年轻人 年轻的运动员来讲就是这样 一开始呢我可能有一股子猛劲 我上来就敢拼敢打敢冲 但是呢等到你慢慢的 越打越打以后呢 你越来越成熟 你在处理球上的时候呢 我该轻的时候轻 我该重的时候重 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对球的一种理解 和对场上比赛的一种控制能力 对 所以看球好不好看 其实主要看你处理球 是不是合理 恰到好处 嗯 好我们接着来看比赛 现在樊枕东发球 漂亮 像这个球 这个球该 该中就中出去了 对这个呢 其实是很考验一个人的这种 把控的能力 对自己把控的能力 你可能平常打球的时候 你也会轻 然后你也会中 但是一到关键球的时候呢 你轻和重 就分不清了 不该中的时候 你下手了 不该轻的时候 你很重 是吧 漂亮 像这种东西 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控制力 现在樊枕东啊 场上发动 鞋接的 都非常的迅速 所以每一板球 都好像在他的意料之中 在奥运会之后啊 其实樊枕东 难以跨过的 还是马龙这座大山 因为这个话我在前面 总决赛的时候也说过了 就是樊枕东跟马龙的这种 蓝丹决赛有更多的机会 去挑战马龙 但是还是能够看出樊枕东 和马龙之间的差距 到底在哪里 樊枕东还可以在发球层 这个上面啊 再下点功夫 再下点功夫 嗯 发球可以发得更好 有点老实了 球发的 上 8-10 那么平常联赛 第一阶段 一共是18轮 180场 产生四强 晋级到今天的第二阶段 总决赛的半决赛 以及明天将会产生 男女团的决赛 那么男子团体晋级四强的是 山东卫桥 八一大商 霸州海润 以及上海中兴 现在大家看到的也是 第一场双方的半决赛 今天晚间还将进行第二场 男子团体的半决赛 这个球 樊枕东啊 拉得很 不是这个球为什么 郑荣之发完球以后 就这么回摆一下呢 他想摆短 这个球关键是露台了 手长了一点 露台了 控制力不够 这样 樊枕东在前两局 2比0领先 他这个 他这个动作啊 就没感觉 让我他这个球 能够摆得很好 这个盘亮得这么 朝着天上在那摆 怎么个摆法啊 他这个摆短实际上 摆短呢 首先要手 靠近身体 对 靠近身体 他这样敞在那儿 人人家这样 仰在那儿 仰在那儿 然后这个拍面 整个朝天上 这个球你怎么个 能够怎么摆法 根本没办法控制低的嘛 这个球 所以这个阵容值整体来讲 球啊还是比较粗 球还不到这个整体的这么细的这个层面 因为他比赛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时候人啊 站的特别高 对很直 就仰着的 正手也仰着 白短也仰着 对 就是因为乒乓球这项运动啊 它不像羽毛球 羽毛球是重心往上 跳跃式的是吧 需要弹跳 那乒乓球他要求的是下体要稳 对 因为你也说过 邓亚萍就是这个力量 是从脚开始传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对 所以下体重心要稳 你肯定不能站着 你弯的猫的越低越好 嗯 好 我们接着来看双方第三局 零比一 一比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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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正手揭发球 二比一 你看他正手揭发球 正手揭发球 正手揭发球是有点问题的 就通常啊 就通常啊 横拍运动员 都是在正短的 短球的这个手上控制 感觉上 练过无数次 这个要靠积累 好 二比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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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比三 四比二 你看现在戴亚平就随着乒乓球的发展 像揭发球 以前在你那个年代的时候是强调用正手来揭 正手的摆短正手的挑打 但是现在的乒乓球 用反手拧拉 而且一板就能得分 把这个乒乓球整个简化了 也是因为这个球换大了以后 这个球的旋转不像以前小球那么转 对 所以它才能拧得起来 有道理 原来球真的球很转很贼 漂亮 可以啊 好球 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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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血液和能量 让人感觉到很轻松 力量 嗯 力的保障 你看他力量的保障 对 有劲啊 对 不吃力 不费劲 你觉得累 他不觉得累 所以 年轻运动员 在比赛当中 他像打这种联赛的 他的这个 厚劲 会比老将更足一些 嗯 他体能会更好一些 体能好 3比6 正容值 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没有缺前三板 他缺乏前三板有效的得分手段 他的相视球 可能还有一定的反手的这种能力 但是他正手也不是很突出 所以他还是 对于高水平运动员来讲 我们讲技术全面 特长突出 没有明显漏洞 那么对于他来讲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特长不突出 而且还有明显漏洞 这个就比较难了 现在正容值又往回追了两分 现在比赛打成了6比4 那是正手位 因为樊振东他现在呢 他跟正容值的比赛 你看到没有 他也不可能是说 是足了百分之百的力量 他还是会有一些收敛 为什么呢 他还要考虑到 他最大的释放 应该在第四场和许新的这场球上 当然也有可能 打不到第四场 但一旦打到第四场 从这个一号单打主力选手 他要考虑的是两场比赛 所以他整个能量 他整个技术 他还会有一些保留 所以你看他领先的时候 他对方也要追两分 他也不是说一点空间没有 现在樊振东呢 是有四分的优势 在第三局 对 对 漂亮 四比九 樊振东的战术是非常明确的 因为正容值相对正手是弱 有一明显的缺点 所以说锁住他正手 回他反手 这个战术是很好的 漂亮 十比四 哎呀 这个球 全台 高级球 全台反手 我们看这拧出了一个 很神奇的这个技术 高级球 这种球一般很少能够打得出来 一板过 这样十一比四 樊振东三比零 战胜了上海中兴的正容值 为八一大伤再得一分 八一大伤在前两盘单打 现在二比零领先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将继续为您带来 平常联赛总决赛第三场的 双打稍后见 mail 交换 卖 亦 未经许 萼 未经许 未经许